有關表單的功能 它表單的話其實就可以讓 這個Excel大大的 更加要勁 就是它又可以 產生一個所謂的使用者介面 可以跟使用者 做一個溝通 那它也就是使用者 可以填一些資料之後 然後把最後的資料 再把它輸入到 這個Excel 也就是把Excel當資料庫來使用 那也就是說 以往你可能要做這件事情 大部分還是會用到什麼 SS或SEGO 其實現在就不用了 那怎麼做 我把那個畫面demo一下給你 首先這邊有個啟動表單的按鈕 這個按鈕名稱也許不一定要啟動表單 反正你按下去之後的話 那如果我今天這邊有會員 那會有新的會員資料 那我當然 我會希望 一般是從這邊填寫 不過從這邊填寫 有時候會產生錯誤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使用者 可以比較明確的知道該怎麼填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給它一個表單 啟動表單 它就跳出來了 反正一個蘿蔔的坑嘛 姓名叫什麼 你就填姓名嘛對不對 假如說你今天就填某某某 我一個demo一下 某某某 然後呢 生日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給它一個格式 你叫它一定要照那個格式填 最好旁邊刮符 格式是 什麼歪歪斜線什麼什麼 反正你給它一個比較明確的格式 它如果看著那個還打錯 那它真的是 好 就不應該了 那你比如說幾年次 比如說隨便填一個 好 假設這樣子 那 雪形的話大部分都比較固定 所以 可以 最好是給它一個下拉清單 直接用選的 選的比較不容易發生錯誤吧 那其實生日這個地方 同樣當然你也可以跳出一個什麼 日曆 可以讓它用選的 不過那個可能比較麻煩 因為之後有機會我們再談 也是可以 但是我們先用比較簡單的 就用輸入的好 那 那個電信業者 比如說這個地方 它是 怎麼 比如說這後面還有三個 那就電信業者 假設它是一一好的 那區碼的話就是二三 然後末碼就會四五好了 OK 輸入完之後呢 那我需要做哪些事呢 第一個 按新增 它應該把 幫我把 這一筆資料怎麼樣 自動填到哪裡呢 填到 這一個 這些資料有沒有 自動填到 這一個的最下面 那因為編號都是有一個 一個順序的 所以呢 我們應該填到哪裡呢 這一個表格的 最下面一列的 在下面一列 那編號的話呢 是把 最下面一列的那個上面 那個編號在加一 填到什麼呢 填到它的A欄的 那一列的位置 好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自動產生 再來把什麼呢 姓名 這個東西填過來 這個填過來 有沒有 其實就是一個對應關係 那只是說呢 這後面這三個 也是一樣填到 F G H 不過 E的部分呢 就還是可以怎麼樣 用剛剛有一個函數嘛 我們不是有做一個方便 其實可以利用那個方便呢 幫我自動產生 那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最後按新增 新增完之後的話呢 那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這一筆記錄 直接新增過來